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2时,香港北角发生一起重大车祸。一辆学校小巴车只冲进百米,横跨阴狂道,并撞上西河街的行人路。事故造成四人死亡,十多人受伤,其中六人伤势较重。 消防及救护员街报道场,将伤者分别送往绿敦志医院及东区医院。62岁的涉案司机早上七时上班,事发时临近下班,并准备将小巴车交给下任司机。司机将小巴车停泊在有一定坡度的长康街,并离开车辆。 警方估计他当时没有控制好首杀,随后小巴车开始向坡下冲去。司机曾尝试阻止车辆前行单位裹,最终车辆撞到西河街店铺才停下,期间小巴车轻微撞到两辆D式。有两男一女被卷入车底,消防员花了约20分钟将他们救出。 那从我们的调查得知,这个涉案的司机尝试去车头那里挡住这辆车,但是不成功,他自己就卷入车底,被车拖行了大约20米之后,车就继续行,他就在长康街的一个位置里面倒地受伤。 警方表示,涉案司机多处受伤,现留意治疗。警方将会调查意外是否设计人位疏忽或基建故障,将向司机露取口供,或会拘捕他。 记者现场看到,消防员用帐篷盖着死者遗体,附近店铺门外的货物被撞翻,杂物散落一地,整条西河街地面上布满事故受伤人员遗落的衣物和鞋子,有伤者头部受伤,需要固定头部,由单架抬上救护车。 案发地旁边警邻天城洗衣店,负责人亲眼目睹了事件经过,他表示,想到那惊险一幕,心里就有抹不去的阴影。 车祸事故造成北角交通堵塞,警方一度将附近路段封闭,禁止行车,事故处理完毕后又解封了道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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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